将来的历史 这都是将来的历史 到底它的意义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了解这个意义 我们就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事 至于其中许多的细节都在启示录 但是你要读的时候 读完之后还是会很糊涂 因为太复杂 当然感谢主主的仆人给我们一幅图画 在圣经最后面 当然那幅图画还是很复杂 所以不重在细节的研究 我们看到丁子妹能够清楚 这么重大的两件事 会发生在将来人的历史里面 那到底它的意义何在 第一个就是说到这个产难 我这次愿意讨论这个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丁子妹有的时候把这两件事混为一坛 反正产难就是灾难 灾难就是产难 反正都是灾难就对了 很不一样 有一件事是你必须受的 这叫产难 有一件事是你可以免去的 那叫大灾难 你必须受的不要逃避 你该免去的又何必去面对呢 其实我已经打完了 你还是不知道到底怎么维持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两件事要分清楚 这个产难 产难就是为了生产 而有的这些患难 对不对 好 这个为了什么呢 为了产生出新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产难 它是非常积极的 那大灾难呢 它是为了审判 为了审判 为了审判 以待进国度的实现 行不清楚 这个审判就是审主 我们的主在那个展现 它的权柄的时候 对不对 好 那样的审判的目的 是为了待进国度的实现 我们今天都在国度的实际里 对不对 但是国度还没有实现 对不对 好 国度的实现根据于什么呢 或者从哪里被带进来呢 就是基督有一天 他能够得着一个立场 得着一个空间和环境 完完全全来施展他的审判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我刚刚说 这个产难是为了产生新人 对不对 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 对不对 好 然后大灾难呢 是为了待进国度 在这里面做四件事 第一个 这个得胜的信徒 还有德州得胜的信徒 做君王 清楚吗 这个 德州得胜的信徒 做君王的意思也就是说 你喜不喜欢大灾难 喜欢 好像很喜欢 我还以为说当然喜欢 最好不要喜欢 好不好 这个 所以呢 有一个大灾难摆在那边 是迫使你今天 赶快得胜 清楚吗 当然也有人 活到主再来 在大灾难的时候 他仍然没有得胜 那那三年半的大灾难 还是一个机会 他就成为晚期的得胜 清楚吗 所以就这一面来讲 是为了要产生 这个得胜的信徒为君王 第二呢 这个大灾难 是为了得着犹太的移民 对不对 犹太人今天是不信徒 但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这个 这个敌基督的军队 攻打他们 他们要看见基督 从天上降门在赶南山 他们都要悔改 对不对 好 那个时候那些犹太人 他们也是因性而得救 在性之外 人生不会得救 他们也是因性而得救 他们就要被带到国度里面 做祭司了 清楚吗 好 然后第三呢 这个在神的联律里面 地上有万民 对不对 在那大灾难 三年半的时间 还有好些的 事实上大体那时候活的 还没有得胜的信徒 都在地上 他们不是就被逼迫吗 那那个时候万民 其中有一些人 听见天使传永远的福音 说你要敬畏神 他们不是相信神 他们是敬畏神 对不对 根据他们敬畏神 他们就保护那些受逼迫的 神的这个百姓 对不对 也就是基督徒 这个因为他们这样 保护神的这个百姓 所以他们就得赏赐 这些人就成为 国度实现的时候 他在地上的百姓 他们叫绵养 还有很多人 他们不善待基督徒 他们就叫做山友 对不对 还有 这个我现在在讲大战战 第四件事 就是为了要审判 并且了结敌基督和他的军队 好 这一切的事做完了 感谢主 来事就来了 那就是国度的实现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的话 这个 那当然我们看这件事 我的时间剩下很多 我们尽量试试看好不好 来翻到启示录 我们来翻到启示录 来对照一下好不好 启示录的纲目就可以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看细节 启示录纲目 你要知道这个启示录里面 它是一本表号的书 那其中啊 关于神的作为 有三个重要的表号 第一个就是印 对不对 我们知道有七印 对不对 诶 请你们回应一下 这是很复杂 我知道你们要操 但是还要回应 我才知道你们听见 第一个就是印 对不对 这个印的意思就是 指着神经轮的奥秘 因为是奥秘 对不对 所以他用印来表证 印就把它封起来 就是书卷了 它就封起来 对不对 好 这是关于神经轮的奥秘 第二个就是号 有几个号 有七号 七号其实就是 第七印的内容 清楚吗 好 这个号呢 是连于神行动的发起 清不清楚 好 第三个就是碗 碗呢 就是第七号的内容 这很有意思 你这个抓住 大家启示录就 整个的钢柄就有一个概念 那有七碗 碗是神审判的节制 懂了 这个七碗倒下来的时候 那是不得了 天翻地覆 但是呢 也就用这个发表给个意思 他说不是七个锅子 对不对 这个感谢主幸亏是碗 对吧 这个碗比锅小 对不对 这意思就是说 集货是七碗 七碗那边讲说 是人类历史里面 最严重的灾害 集货是最严重的灾害 你要知道 神啊 灾力啊 借着这些来审判地 也不过是用碗 就是说 他集货在内容之中 来审判地的时候 他仍然是截至自己的怒气 如果是没有截至 那就不是碗了 那就锅了 那倒下来 那是不得了 一件事 好 那我现在快一点 这个我们先来看 这个关于啊 这个 惨难的部分 你们先来看一下 起收了一千两百一十七页 这个纲目的部分 这里不是说到七印吗 找不到找不到 我们现在是在看纲目 内容不可能看 那纲目这个 一二一七页 上半版面 这里不是讲到七印吗 这里是讲到神经轮的奥秘 对不对 好 七印 这里的七印的头三印 好 我现在讲的是很谨慎 你要注意 你当然可以说头四印 但是严格的说只有头三印 就是所谓的产难 的部分 清不清楚 这个第一印就是白马与骑马者 有没有 那这是积极的 没有白马与骑马者 产难的难再怎么发生 也生不出孩子了 对不对 是不是每一个姊妹肚子痛都会生孩子 那肚子痛可能你吃辣肚子了 那怎么会生孩子 对不对 肚子痛可能你情绪不好 那胃痛 那也不会生孩子了 对不对 是因为你里面要怀孕嘛 哎 是不是啊 你怀了孕嘛 对不对 那怀了孕你才有可生的嘛 对不对 但是呢 那怀孕到生产出来 它需要一个产难的过程 对 清不清楚啊 好 所以第一印是白马与骑马者 就是刚刚讲的 国度的福音要传遍 然后第二印是红马与骑马者 就是战争 第三印是黑马与骑马者 就是饥荒 刚刚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 是不是都读到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对不对 然后有战争有饥荒 对不对 哎有没有啊 有 好 弟兄姊妹 这个战争饥荒 都是生产的催生剂 清不清楚 白马出去团兵 人哪有这么容易接受呢 所以需要战争 需要饥荒 叫人战略里 啊 因着这些痛苦 他就啊 迫切的觉得 需要转向去 这些叫做产难 我为什么说第四 在我的读法里 它不含在产难里 就是第四 就是灰马 就是死亡 你要注意 启示录很笨 啊 太福音很重要 二十四章那里讲这个 这个产难 这么严重 战争 饥荒 避震什么什么 但他们没有讲死亡 因为人死了就不能得救 照理说 这么多的战争 这么多的饥荒 这么多灾难 应该会死很多人 但二十四章 不是给你坏消息 死吧 都死光吧 不不 二十四章给你看见 战争饥荒 只为这叫你醒过来 赶快得救 那也叫我们醒过来 赶快传福音 听得懂 若是啊 这个人 这个在死前 还没有接受福音 就没有急了 听说吧 所以就是非常严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二十四章 这个我读的领会 在二十四章 提到这么多 足以致死的灾难 它不提死亡 听不清楚 它提到饥荒啊 它提到地震啊 提到地震啊 啊